對 對 這一年 妳覺得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多了一個 感覺會跟著我自己一輩子的稱謂吧 對 就是在過去大家可能就是A2G原王靜 然後多加度駿什麼的 可能現在就多了一個學金 現在就不能夠隨隨便便的 那種穿著運動服休閒服就上級了 對 我昨天就是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真的嗎 昨天還是前天 反正我去幹嘛啊 我好像就是去7-11我想要買牛奶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整個人就是剛睡醒還是怎麼樣 然後穿著上面還有那個醬油漬的那種白色睡衣 T恤 然後穿個寬大的運動褲這樣 然後就去7-11 然後買牛奶 還在那邊挑那個日期最後面 那裡面有概念 對 他在那邊挑挑挑挑 然後挑就看到有就是好像一群學生女孩這樣 就說 請問你是學姐嗎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是 可是我整個人就是沒系統各種 沒關係就是我覺得你們這個世代的是更有 更貼近大眾跟生活 比較不會那麼遙不可及 宣揚呢你覺得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好 打籃球吧 所以人家都覺得你很厲害 可是因為有點壓力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以為去很多地方去偷籃 但我就只是想要輕鬆一下這樣子 但是就會人家回來抱隊啊 然後抱隊就會 你就必須認真打 然後有時候大家就會說 欸你是那個下半床的江總好嗎 對 然後如果那天打得不好的話 我就說我是 但如果打得還不錯 我說我說對我是 然後你要拍照或什麼之類的 演員有很多的面相 你要挑戰不同的角色 但是你們自己在生活當中覺得 最放得開跟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 你不要每次都先看我眼鏡 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嗎 對 我做過最瘋狂的事情了 應該就是 高中說翻牆出去吧 因為我們以前是住校 然後我們是那種 天主教的女校 然後就是兄弟就會走來走去 然後就看著你就是很可怕那樣 很適合拍什麼電影 對 其實很適合拍鬼片 但是反正那不是重點 反正就是那時候就是覺得 週末大家就想要出去玩 然後那時候就會 而且我記得我在二樓 你還要跳樓嗎 我有一個陽台 然後那個陽台看起來就是 你只要一站上去那陽台就會碎掉 因為那陽台就是 是那種 斑駁的 鐵的那種感覺 也就生鏽了這樣 然後我就記得 我好像從那陽台那邊爬出去 然後爬那個水管 那水管那邊有一階一階一階的那個 你知道那個盯住的那個嗎 對然後就這樣慢慢爬下來 那其實就是那個 開心鬼的裡面的劇情 對 就是那部電影 但真的蠻可怕的 真的蠻危險的 但你真的很壞 就是 對我那個壞透 那個badass 對 那這樣 我 感覺你可以很壞 我 我不是壞我就是很笨 就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我很常 做出很瘋狂的事情 要細數 真的不知道要講的吧 講的就是 存車禍吧 蛤 出車禍 我就是車禍 然後現在還在這邊 你追車禍 這樣很瘋狂嗎 你還好吧 沒有 就膝蓋 你是騎車嗎 對啊 就停在紅綠燈 然後就 你是騎你的新的那個嗎 對對對 擋車一定會 一定會出車 不是這個問題 重點是我停在紅燈 然後就後面有一台車就直接 就直接撞上來 它就闖環了 所以你是保齡熊屏的概念 類似 那蠻好的比喻 安全第一齁 但是為什麼來酒吧 你們會喝 沒有酒精的藥 你們是有禁錄 還是平常不大喝 剛進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 公司有一部電影殺青 然後我就是去 以那種 新興人 的那個身份去幫忙 就是 做幕後的東西 然後我就 第一次去酒吧 因為他們那個 慶功也在酒吧 然後我就去喝 而且都是免費 然後我就看到 然後第一次到酒吧 很新奇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點酒 都堵到一邊 開心了對不對 然後 然後我回去之後 因為那時候 我就住在那個 公司的同事家 然後 我就直接把他的那個 洗手台 就直接 吐這樣子 我以為是直接把他拆掉 吐還好 沒有 但是我忘記是要 吐在馬桶 因為馬桶可以沖掉 然後就那個 會堵住吧 對 堵住 堵住怎麼辦呢 我就用手撈 你真的還滿刻苦的 因為是駐別人家 然後我就用手撈 然後撈到那個馬桶裡面 沖掉 然後隔天起來的時候 然後同事說 因為我以為我清得夠乾淨 那你昨天吐了嗎 所以我覺得 你是一個滿有禮貌的孩子 至少會用手去 舉起你的嘔吐 沒辦法 因為這是別人家 這是一個 禮貌 對 家教真的非常好 那你會自我嚴格控制嗎 我是很想要 吐 不是啦 我是很想要理解 大家 洗 就是洗愛酒精的臉是什麼 是 就是很多人都說什麼 今天喝一杯 好累 好需要一杯酒 什麼 我不能理解這種事情 因為我是只要有一點點酒精 我就會全身過敏的那種 所以其實 我是對酒精過敏 所以才不會